水井挖挖挖挖到一個兵馬俑 太厲害了 1974年 結果這個人發了你知道嗎 所以這兵馬俑很多博物館就是用他來做這樣子 因為他發現了地底下秦始皇的寶藏 1974年 怎麼樣在1979年也有拿到世界文化遺產的部分 所以西岸是一個非常旅遊的一個重點的城市 如果是全世界來喜歡一些考古的學者和專家 都來到整個西岸的兵馬俑的部分就可以知道 OK 我們馬上就到了 嗯 這是我們團員 門票被拿出來了 中門門口到了 對方 中門票被拿出來了 中門票被拿出來 全政府的李咸 中門票被開發 中門票被開發 中門票被推入 中門票被開發 而後人票被開發